我是教堂神父,今天有个杀人凶手来忏悔,我该报警吗? 神父,请原谅我,我有罪。 这个人走进我对面忏悔室的那一刻起,空气变得厚重起来,几乎像烟一样。 忏悔室里的老木头似乎都发出了声音,我想着,可能是自己还没有适应吧,这是我作为神父听到的第一次忏悔。 距离我上次忏悔,已经有二十年了,我知道,忏悔之间是会隔一段时间的,有的人每周都来,有的人极少出现,还有的人就和这个被挡板挡住的嗓音沙哑的人一样,只有在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时才会出现。 说下去,我在听着,与之相比,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孩子,我一直讨厌自己那高亢轻快的声音,我本可以试着用低沉切的声音说话,但我有种直觉,如果假装的话,这个男人会发现的。 他深吸了一口气,说道,这是完全保密的,对吧,你不能报警抓我,我感到自己的脉搏加快了,说道,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过,就会被宽恕,除了我们的身体,不会有任何东西从忏悔尸里流传出去。 他叹了口气,我,我不是一个好人,不是一个好父亲,我犯了很多错,不,不是错误,我都是故意的,但我觉得这无关紧要,你信教吗?我问他,对他的答案充满了信心,我觉得我不信,我妈妈,她很相信天主教,她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,让我们饭前祈祷,我爸爸认为这很蠢, 我想我也有同感,教堂很无聊,而我最怕的就是无聊了,一无聊,我就会惹麻烦,她停顿了一下,而且我经常感到无聊,接着说,我在手指间移动着念珠。 童年时期我开始纵火,一开始是小火,不过是垃圾桶里的一根火柴,或是燃烧树的边缘,问题在于,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,我可以告诉你,这比祈祷,比爱情,比我朋友抽的东西有意思多了。 火,是平静的,她禅食遇到的一切东西,抹去它们,然后我烧的东西就不复存在了。 你为什么想让它们消失呢?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,我的角色应该是神父,而非心理医生,她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。 我不知道,我只是喜欢掌控物品的存在和消失,气氛仍然很沉重,我尽量避免咳嗽,尽管她看不见我,我还是希望得到她的尊重。 我认为如果我想帮助她,这是必须要做到的。 她继续说道,没过多久,我就开始烧更大的东西了。 邻居院子里的小棚子,成交的一个旧古仓越大越好,我会找个地方躲起来, 这样,我就可以在大火消失前一直观察,一开始没有人受伤,但接着,我任由彼此之间的沉默延续下去,我永远无法看到她的脸,但在我的想象中,她的脸上充满了内疚和骄傲,我不小心烧了一间里面有人的小屋。 她深吸一口气,她是个流浪汉,在那个棚子里过夜,我不知道她在那里,但看着建筑燃烧倒塌时,我能听到她的尖叫。 她醒得太晚了,大火把她和那个小屋一起吞噬了,就连她的尖叫也被浓烟吞噬了,这让你感觉如何? 她还没开口,我就知道答案了,兴奋。 她低声说,这比我以前做过的任何事,都有趣。 我觉得,自己没有资格拯救这个人的灵魂,本来她向我坦白,然后得到宽恕,而我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? 你是来忏悔杀了这个人吗? 不,不是的。 她笑了,忏悔势力,充满了这个杀人犯的哥哥笑声,我是多年前杀了她的,从那以后,很多人都死于我的火焰,男人,女人,孩子,火,一视同仁,把他们全都吞噬了。 她谈起火的时候,就像是宗教人士在谈论上帝一样,那你为什么来这里?也许我太主动了,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当职,也许我搞错了。 她吸了口气,我盯上了这座山顶上的蓝色郊区,那是一座完美的令人作呕的小房子,一对父母,两个孩子,一个白色垃圾栈栏什么的,请别说脏话,我恳求她,感到胃在翻腾,对不起,神父。 总之,我知道我想把这一切都烧掉,房子前面有个车库,我可以在那里放火,我找了一个远处的地方来观察,这能缓解我内心的瘾。 我溜进车库,完成了自己的工作,火烧得又旺又亮,我又很快溜了出来,朝选好的位置走去,我等待着,大火应该很快就会点燃整座房子。 但,什么也没发生,我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,怀疑自己,也许火灭了,隔天我要再试一次。 那,你是了吗?即使我们之间有挡板,在一个杀人犯面前还是很可怕的,如何能阻止它点燃颤回事呢? 是了,第二天,我回去点了一堆比前一天更大的火,烟雾充满了车库,我跑出来,来到藏身之处。 我坐在那里,盯着这房子好几个小时,什么都没发生,我没有看到烟,也没有火,没有人叫消防车,也没有警笛声,只有沉默,我确信自己放了火,至少应该引起那家人注意的。 所以,那栋房子,是的,它烧不起来。 我能从它声音里听出愤怒,曾经平静而又不安的能量,变成了沸腾的情绪,它把手按在木头上。 第二天,我尝试了所有的方法,没有汽油酒精,我点燃火柴,想看能否奏效。 什么也没发生,让人恼火,这次我按捺住自己不安的心情,所以你是来寻求解决办法的,我是来寻找答案的。 它现在喊叫起来了,我试着放慢呼吸,但我知道它能感觉到我的恐惧。 我打破了他们的前窗,爬进那栋房子,往自己身上浇汽油,然后烧起来了。 而现在我在这里,这家人甚至都没理我,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,火,我的挚爱,我唯一的挚爱,没法碰到他们。 我朝他们尖叫,我咒骂他们,我把够得到的东西都打碎了。 而他们,他们只继续着自己的事情,他们会绕着我走,但没有任何回忆。 在那房子里,我就是个鬼魂,也许这房子是你最新的象征,这让他更生气了。 你是在说我撒谎吗?它是真实存在的,那种房子是存在的,但它不能燃烧。 如果不能燃烧,那要如何吞噬它?那我的存在有何意义? 他一拳打穿我们之间的隔板,拳头差点打到我的下巴,我跑到了忏悔室的最后面。 他把拳头收了回去,对不起神父,这不是你的错,我想也许上帝能帮助我,重新给予我存在的意义。 但这栋房子夺走了我的一切,这家人夺走了我的一切,如果不能摧毁它,那么我就要成为它。 我要回到那所房子,然后待在那儿,直到我完成目标或死亡,两者不能同时存在。 如果你不悔改,我就必须要报警了,你不能伤害这些人。 那不是人类,神父,人会死亡,会燃烧,尖叫融化。 我了解人,那不是人类。 我终于鼓起勇气,透过挡板上的洞,看了看他。 这个人浑身都是烧伤,他一丝不挂,皮肤焦黑,气了很多泡。 他没有头发,也没有嘴唇,他只有一只眼睛,并用那只眼睛盯着我,事先植入灵魂。 我现在要到那栋房子去了,他说着站了起来,我不会回来了。 我听到门打开的声音,他离开了,空气清朗了,我又可以正常呼吸了。 除去挡板上的那个洞之外,我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的曾经出现过。 我坐在那里,身体仍在颤抖,意识到自己从未感受到过这样的恐惧。 我离开了忏悔室,那一天,我不想再听到其他人的忏悔。 我没有进行任何仪式,直接来到神父的房间,走进去沉沉地叹了口气,却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 我说着脱下长袍,把他挂了起来,然后我把念珠摘下来,用手指摸索着,你是如何坚持这么久的? 神父的尸体横躺在地板上,眼睛不见了,舌头也不见了。 从进入忏悔室以来,我第一次笑了,看来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,是吧? 把这件事写下来,或许是不合规矩的。 牧师是不可以把在告诫时听到的东西讲出来,但是我觉得这个难的是一个例外。 我需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,谁都可以。 我在美国当了好几年的牧师了,已经习惯了这份工作。 所以,当一个男人进入教堂,禁止走进告诫室的时候,我习以为常了。 他没有自我介绍,但这也没什么特别的。 有的人在倾诉自己罪过的时候,喜欢保持匿名。 我没能看清楚他的样子。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帽衣,帽子拉得很低,挡住了脸,遮盖住了他的五官。 不过,我还是没有多想,只是像往常一样进入告诫室,用我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话跟他打了招呼。 刚开始他没说话,我给了他一点时间,因为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。 但是几分钟过去了,于是我问他想要忏悔什么。 又过了几秒钟,他开口了,他说他去过树林里。 说这话时的语气,就好像我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是的。 他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释,似乎进入树林本身就是一种罪过。 于是我以为他是个猎人,想为自己夺走那些动物的生命而祈求宽恕。 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打猎,伤害无辜生命让他很自责。 我让他接着说,他说有一小块空地,那里的青草比森林里其他地方的都要绿。 还说那块空地上有一座小木屋,接着他再次陷入了沉默。 我问他,为什么觉得这是罪过? 听到这话,他笑了一下,那笑声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那是一种丑陋的,狂躁的笑声。 他没有解释,只是站起来离开了。 我有些愣住了,但觉得这可能只是个奇怪的玩笑。 我以为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个奇怪的男人了。 但是我错了。 第二天,他来到教堂,再次静止走入告诫室,等着我跟进去。 我当然也这么做了,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 我也希望他能够把事情讲清楚。 对他上一次的告诫,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。 他只说自己最近没怎么睡觉。 我回答说,我最近也在失眠。 然后再次问他,为什么这是一种罪过? 他又笑了。 他的笑声,让我有种想把自己的皮肤扯下来的欲望。 还有一个人也经常来教堂,是一个年轻的女性。 他总是坐在前排默默地祈祷一会儿,有时我们会聊聊天。 他非常有礼貌,我很喜欢他。 后面一次他过来的时候告诉我说,感觉自己在家里被监视了,不管在哪儿,他都觉得没有安全感。 他祈祷着,希望这种糟糕的感觉能消失。 我也花了一点时间为他的安全而祈祷。 而那个奇怪的男人每天都过来,而且每次最多只说一两句话。 他说的那些事都不算是罪过。 三天后,他开始重复自己的话,又说起树林和失眠的事情。 他一直重复相同的事情,像个坏调的唱片一样,甚至连说的话语都是一样的。 我和那个年轻女人交谈后的第二天,第一个变化产生了。 那个奇怪的男人一开始保持了沉默,我问他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。 会这么问,纯粹是因为我对他有种不好的感觉。 他笑了,我紧紧地咬着嘴唇,直到流了血。 那天,他一个字也没说,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有问题。 这个时候,他已经连续来教堂超过一个星期了,而我从没见过他的脸。 他总是戴着那个帽子,每次都直接走向告诫室。 有时,我只从余光里看到了他。 我尝试过提早或推迟一点去教堂,但也无济于事。 他总会在我到达教堂之后几分钟到访,好像知道应该什么时候过来找我似的。 在他对我的问题做出了奇怪的反应之后,我更担心那个年轻女人了。 知道教堂有一个他这样的变态,这让我的失眠情况更严重了。 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年轻女人,然后我再也受不了了。 我开车去他家,因为我觉得自己至少可以为他的公寓祈祷。 我希望这能让他感觉好受点。 一开始,他不太想让我进去。 他因为不确定是否真实存在的东西而完全吓坏了。 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 之前他告诉我,没有看到任何人,但是有一种强烈的被窥视的感觉。 我解释了自己的来意,然后他终于往旁边走了一步,让我进了公寓。 他说他很感激我即将要做的事情。 如果有人为他的房子击倒的话,他确实会感觉安全一些。 这样就感觉有人在保护着他。 我打算从感觉最糟糕的地方开始,也就是他的卧室。 卧室里有一扇朝向后院的窗户。 我一个人站在房间里往外看的时候,发现那个男人站在那里。 他面向着我,但是脸藏在了那件灰色毛衣的帽子下面。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。 我们两个这样维持了几秒钟。 他笑了起来,窗户是关着的,但是他的笑声特别响,就好像他站在我身边似的。 我狠狠地抓了抓自己的皮肤。 那个年轻女人冲进屋里朝我大喊,让我离开。 我问他认不认识那个男的。 但是,他一个字也不想听我说,只是朝我尖叫着,让我从他家出去,再也不要过来了。 他哭了,把我推出了家门,我让他报警。 但他只是狠狠地在我面前把门摔上了。 后来他报警了,警方发现了嫌疑人,并审问了他。 但是,他看上去很正常,根本不可能跟踪别人。 后来,那个男人还跟往常一样到教堂来。 但警察介入之后,他单调地忏悔词,有了新变化。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,神父,别想把我关起来。 他嘶嘶地叫着,那声音冷酷残忍,而且很生气。 我已经被关起来太久了。 而那个年轻女人不再来教堂了。 那个男人单调地忏悔词一直持续着,现在每天都准时出现。 树林,失眠,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。 有那么几次,我试图看清楚他,跟他同时从告诫室里出来, 希望至少能看到他的脸。 但每次我出来的时候,他都已经消失了。 几天后,我决定前往这个男人总是提到的那块空地。 小木屋旁边的青草确实更绿一些。 我朝着那个小屋走过去,有一种强烈的,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腐烂的恶臭,弥漫在空气之中。 就在我要碰到能把手的时候, 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眩晕。 当时我晕了过去,我能想起的下一件事就是坐在告诫室里。 另一边是那个奇怪的男人。 他问我,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? 我没有回答,他笑了。 我用指甲抓着脸,直到血流了出来。 失眠的代价来了。 我晕过去了一小会儿,一天后,我发现自己跪在圣坛前面,手里拿着镀金的圣杯,地面装着红酒。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了,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为那个年轻女人祈祷,于是我就那么做了。 然后我把圣杯聚到嘴边喝了起来,酒的味道很差,我清晰地尝到了金属的味道,一定是圣杯的,不知道它是不是生锈了。 但我的祈祷毫无用处,我听教堂里的其他人说,那个年轻女人失踪了。 我知道她已经死了,也知道她被埋在哪里,但是我一点证据都没有,我不想让人怀疑我,所以一直没有报警。 我告诉自己,上帝会制裁那个奇怪男人,他是无法逃脱惩罚的。 听说女人失踪的第二天,我来到教堂的时候,那个奇怪男人已经在告诫室里等我了,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哪儿,但我就是知道,虽然我大可以掉头回家,我应该要这么做的,但我还是走了进去。 这次他毫不犹豫地开口了,他的话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。 神父,你想忏悔自己的罪过吗? 他开口说,听上去沾沾自喜,又有点心满意足。 我没说话,不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,我也不知道自己最近有过任何罪行,至少没有他感兴趣的。 我反而想问问他,为什么我们的角色突然掉转了? 但他笑了起来,我再次开始抓自己的脸。 几天后,我在教堂遇到了另一个女人,几乎每次做礼拜的时候,我都会看到他。 之前我们从没有说过话,但他总是很礼貌地微笑。 最近的一次礼拜做完后,他留了下来,问我是否安好。 他看上去很担心我脸上那些深可见血的抓痕,但我不能把真讲告诉他,所以什么也没说。 他人真的很好,说我不必把事情告诉他,但是如果我想找人倾诉一下的话,他一直都在。 只不过,我还没有接受这个提议。 那个奇怪男人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,每天我来到教堂的时候,他都已经在等我了。 而且每次他都问我那个同样的问题,神父,你想忏悔自己的罪过吗? 我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,然而他总是在笑,而我就会抓自己的脸,直到我们两人当中有人厌倦,离开。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六个星期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我想不起自己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。 那个奇怪男人的笑声时时刻刻回响在我的脑海里,我的皮肤情况很糟糕,衣服上的血迹也已经很难洗得掉。 我最喜欢的一件毛衣已经毁掉了。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走进那个告诫室,不应该再跟他说话,但是我做不到。 我试过了,我最后还是会进去告诫室,在他的笑声中抓破自己的皮肤。 或许我应该直接承认自己的罪悉,要是我知道他想听我说什么就好了。 我就写到这里吧,或许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摆脱他。 但在此之前,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 下一个礼拜马上就要到了,而我们的酒都用完了,我需要再去弄一点。